是可以做投考组合的 我们高考跟普考的部分类组 他的科目是充叠的 想考公务员补习班都有自备教材 但想拼国营企业也同样有开课 毕竟不论哪一种 每年考试竞争还是很激烈 但近几年发现公务员 报考人数有下降的趋势 国营事业有他考试的特色 比如说他考课比较少 那短期去做准备 因为考课少所以就短期准备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 国营事业相对的年终比较多 所以一般常态性的考生 如果有些考生他觉得说 公职考试比较难 考课多一点 他就会想说 那不然我转考国营事业 也是一种选择 确实Dcar也掀起讨论 有公务员分享 同事相继离职 因此业务量都落在他身上 也有内行人指出 国营企业这几年确实很抢手 像曾进入公务体系 担任书记官的陈建业 就分享为何选择离职 政府的预算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的加班费都是 以我当书记官来说 加班费是 没有一个月是领足够加班费的 离职的原因是 我发现到书记官是一个必须要 无止境的加班 然后没有自己的生活 根据考试院递交到立法院的一份报告 当中2022年全台公务人员的离职人数 达到13500人 是比2021年还要上升了22.8% 其中包含辞职以及退休的人数 也都是有上升 被视为铁饭丸的公务员职位 难道吸引力退销了吗 细看统计数据 2018年整体离职人数 13001人次 至2021年下降到 1990人次 但2022年又上升多达两成 再看到辞职数据 2021年及2022年 却是每年略增 分析辞职原因 当然包含复考其他考试录取 或者是转任其他机关 就都还是在公务体系 但也会考量到待遇福利 工作因素环境 让辛苦考进来的公务员 选择放弃 采取行政革新政府再造 其实原来一直在变少 但是工作没有减少 甚至于因为社会变迁 工作变得越来越繁重 升迁上我又要足及足及 慢慢升迁 我又没有办法说 像是部门这样 我只要表现好 然后这长官可能就可以 不赤把左 很快就往上走 理工方面的工作 他民进的工作 比我们公务界 其实高得太多了 福利也真是高得太多 所以理工人才 你当然不容易 更不容易留得住 那金融事业也是 就连北市府 也面临大缺工时代 确实也是专业技术人员 像是建管处工程人员 离职率较高 蒋市府发现的问题 跟中央争取相关原额 同时也希望争取公务员待遇 希望能提升人力投入的意愿 全职部特别强调说 这个离职跟这个退休制度 并没有这个事实上的关系 那但是我们如果从事实 说验证来讲 你说它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也不能证明它没有关系 那政府为了要推动连改政策 某种程度上有无名化公务员的这种现象 所以在抽象认知的层面来讲 会让年轻人觉得说 公务员好像被无名化之后 没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社会的形象跟地位 公务员是不能有公会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公家机关谈判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 我们并没有改变内部的作业模式 然后但是去应付与日俱增的业务量 私部门从升迁到薪资待遇 比公务体系来的弹性 也相对比较不保守 当企业愿意开更高薪资留人 精英当然不愿低就公职 长期下来恐怕会让工部门 持续流失人才 TB的新闻 李亚南就有宣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